158 《太陽報》 港移民二代當選英議員 2015年5月9日國際A22今屆共有11名華人參選英國國會議員 其中僅代表保守黨的香港移民第二代麥大納 勝出 他已過半票數大幅拋離其他候選人 在看普郡哈文特當選 承首為進新國會下議員的華裔議員 創下英國議會的華人參政歷史 麥大納稱不貪廣東話 強調自己無意當華人代表 目標是為選區及英國服務 30歲的麥大納贏得如23000張選票 得票率達五成一 領先排第二的獨立黨對手佩理近14000票 麥大納在會場守候 得知當選即露出笑容 他表示 非常高興能成為哈文特的議員 我將鐵盡所能為全區民眾服務 哈文特為保守黨傳統票倉 自92年起街由保守黨候選人當選 麥大納的父母來自廣東貧困農村 父親曾在香港工作 於1960年代移民英國 在約克郡經營餐館 麥大納在當地土生土長 他說父母逃離共產主義及獨裁 教他擁抱辛勤工作的保守派價值 他是家族中首名大學生 先後畢業於煙橋及牛津大學 現為律師兼商人 另一港移民將敬龍落敗英國華人參政計劃 組織築項麥大納當選 指示華人社區的歷史時刻 並讚揚他成華人青年榜樣 此前曾有香港前行政及立法兩局首席 非官首議員鄧連瑜 出任上議院議員 麥大納前日受訪時坦然不貪廣東話 雖華人參政計劃以麥大納稱呼他 他卻稱自己從不使用中文名字 Alan 便是其聲明 他又強調自己並非英國華人或其他小數族裔的代表 以視為哈文特和英國服務 今次令十位華裔候選人均落敗 包括保守黨的黃欽剛、何義、林情願和黃精明 工黨的黎貝卡、布萊克及陳美麗 自民黨有林家輝、張敬龍、李佩騰 綠黨就有陳建明 一度被外界看好的香港移民張敬龍落敗 他稱須廣受華人和年輕人支持 為所述自民黨近期支持到大跌故拖累選情 他向其餘十名候選人致敬 又特別祝項麥大納當選 期望對方日後可為華人服務 又特別祝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